经过长期潮湿多雨的天气 供疗有多处的道路栏杆都已经严重的嗅蚀 影响景观也让行人通行安全堪忧 今年区公所就特别编列了140万元的经费 更换栏杆还以特色鸟类作为装饰 看起来焕然一新也受到民众的肯定 供疗地区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 而辖区内的造型栏杆大多是铁材质 所以时间一久也容易嗅蚀 这样一来就容易发生危险 市容景观看起来也不胜美观 学长表示今年8月花费140万左右 陆续将供疗国小钱和北四石道路旁的 栏杆施作长约150公尺改为钢材的造型栏杆 不易损坏又耐看 目前供疗国小钱已经完成 另外上头还有供疗常见的老鹰 蓝雀 白露丝 丹顶鹤四种鸟类造型十分有创意 民众路过也纷纷表示 这些栏杆多年来已经秀实严重 加上附近有学校 小朋友经过可能容易发生危险 这次出工所来更换栏杆 除了更不易 因为下雨损坏 新栏杆造型特殊 也让景观加分不少 解成为共聊采访报道